HELLO 大家好 我是貝爾蘇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想要他成為你女友 那你絕對要會這三件事 我以前總會覺得 啊~~我好喜歡他喔 那就先跟他當朋友 甚至我會買東西送他 朋友吃 我要慢慢打入他圈子 混熟我就有機會 讓他成為我女友 結果他朋友跟我告白 不對嘛 別亂送禮物啊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默默一直當朋友 聊得越多 最後他就會成為我女友 但等到最後就是各種 學長突然的出現 我喜歡的人被追走了 老師突然的出現 我親眼看到私生戀 怎麼可以這樣 追走我喜歡的老師 反正就是最後對方確實成為了女友 別人的女友 所以能的話 你要會這三件事 這樣他就會有機會 成為你女友喔 那在說這三件事之前 我想要先說一個前提 就是不需要去對對方匱乏 匱乏就是以對方感受為主 他的一言一行 都會影響你的思緒表達 甚至你的情緒反應 都牢牢被對方控制住 也許他沒有要控制你 但你說什麼都會去思考 這樣說會不會讓他對你一令人相看 當你是這樣的思維 就是匱乏的感覺 請盡量讓自己不要匱乏 因為當你匱乏的心態去跟對方互動 你知道再多招式都沒用 因為匱乏就會阻止你做吸引中該做的事 當然說不要匱乏也不可能完全拿掉 但就是不要讓他影響你的行動準則 也許你會想要無聊就打給他 或是直接告白或是直接把他抱起來 過肩摔 這愛也太濃烈了 但請忍住 就是也許你有這些思維 但不要做 忍住 假如常常可以控制好自己的匱乏 那你會慢慢習慣 原來自己不需要被匱乏的掌控 導致情緒常常忽高忽低 被對方左右自己情緒 因為當你是被影響的一方 那麼你在追求吸引對方就會顯得被動 而且很難真的主導整個關係 讓關係的前進方向導向自己 想要的方向前進 所以前提 盡量讓自己不要匱乏 那我們開始來說這三件事 第一件事 別裝成朋友互動 為什麼不要裝成朋友互動 因為實際上你想要的 不會是當朋友對吧 你假如是用朋友的方式互動 那其實你在互動模式 很容易定型後 對方就真的把你當朋友 另外一個會是 你在做邀約的話會怎麼做 可能就會用朋友的方式來邀約 之後祈禱 對方可以抓到你的暗示 這個兩人單獨約會 是我要追你喔 我希望你可以發現 可能會說 我們下禮拜六 要不要一起讀書 或是我想找時間問你工作的事情 就是你不敢直接把自己 拋出來跟對方約會 而是一定會找一些理由 來調對方出來 假如是這樣的約出來 你也很難去做 推進肢體接觸的動作 因為你出發點 就是裝成朋友的方式來做邀約互動 又或是要挑情 你也很難去挑情 你總不會跟對方在問工作的時候去挑情 所以那個報告 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 你的眼睛真美 像是我的夢中情人 你可以去做夢啦 或是跟對方看書看到一半 手就給他過去 你幹嘛啦 我我我我我怕冷 你早說嘛 我有戴五件外套 你慢慢穿 哪有人隨身攜帶 五件外套的啦 就是假如你是裝成朋友去互動 其實你會推進做得很卡 而且很不自然 那當然不裝成朋友互動 不代表你要當耳男 貝克叔說 不要裝成朋友互動 我終於可以寄屌照了 我從小拍到大的照片 可以集結成側的 寄給我喜歡的女生了 沒人想看你的屌照寫真集啦 就是不裝成朋友互動 不代表去做吸引追求 會給對方壓力 甚至給對方很噁的感覺 而是大方的去讓關係有進展 但不隱藏自己對對方欣賞 可能對方換新髮型 可以很自然的說 欸你這次髮型換的蠻好看的耶 這是什麼髮型啊 之後看對方回影角色 很輕鬆的分享自己 那就再繼續慢慢加深互動力度 可能會是上次看你去爬山 那個山很難爬耶 你好猛喔 感覺你可以輕鬆把我扛上山了 你在欣賞的同時 你也可以去分享自己的觀點想法 但不時的加深彼此互動連結 連結加深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去做邀約 不會假借其他理由的邀約 而是這個約會背後一時回事 我想要跟你約會 也許是我們去看個展覽吧 我蠻想看那個展的 我們去吃一家拉麵 我超喜歡那家店 就是邀約目的不重要 但是我去做這個活動 我想要你陪我去 這不會是說出來的 而是這個邀約背後一時 就會是這樣傳達的 當對方接收到你的邀約 你背後一時是這樣 他也願意跟你約會 那麼這個約會 才會是比較有效的約會 約會也不會是瞎約會 你可以把約會當作 給對方看一場 你表現自己的門票 當然你不是要演戲裝成什麼樣子 而是用真實的你自然跟對方互動 那就會是你本來 平常提升自己到什麼程度 你真實自然的呈現 就是呈現你平常的樣子 去跟對方互動 你用裝的 演的 對方稍微有點感情經驗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 你那些假的 怪怪的感覺 只要對方感覺到那種差異感 感覺到怪怪的 那麼對方就很難放鬆 很難放鬆 那麼你們彼此聊天 就很難更深入 雙方就不能輕鬆的展現自己 去產生吸引加強更多的連結 所以不要再裝成朋友互動了 那我們來說下一個 雙贏思維 什麼叫做雙贏思維 就是很多人在跟女生約會的時候 其實會做的是 滿足對方的需求感受 但是忽略了自己 就跟匱乏一樣 但是你自己本身跟對方 並沒有雙贏 好的情況會是 自己在跟對方互動 讓對方享受這場約會 喜歡跟你約會 自己也是開心 享受其中的 這就會是雙贏 例如可能約會 你要去推進到去看夜景 對方不想要 你硬是推到帶到夜景 也許因為這樣 你可以拼到一個親親 但在應推的過程中 其實就忽略了雙贏 你滿腦子都只是因為這樣 讓自己有機會得到親親的好處 但對方的表情 肢體都已經僵硬 沒有沉浸在跟你互動了 那通常就沒有下次約會了 又或是對方跟你約會一直滑手機 忙著回朋友訊息 那其實你感覺很差 那也沒有雙贏 因為他覺得回朋友訊息 比跟你約會聊天還重要 那麼一個是 也許你聊天真的太無聊 要讓自己聊天更有趣 讓對方可以更沉浸在跟自己互動 另外一個是 你自己不喜歡這樣的互動 那隨時要退出離開都可以 可能可以說 那你慢慢聊 我有事我先走了 就你可以不接受對方這樣互動 而不是一直跟對方抱怨 自己卻呆在原地 都不敢走 雙贏就是 你跟對方都可以從互動約會中 得到好處 你們彼此都開心 當你想要拉高關係親密度的同時 有沒有觀察到 對方情緒反應 是享受其中還是緊張僵硬的 當對方在做不尊重自己的行為 自己是選擇容忍對方的行為 還是拒絕這樣的行為 可能你會說 那我拒絕對方這樣做 不就追不到他了嗎 也不一定 有時候拒絕對方的不禮貌 反而對方又把注意力放到你身上 認真對待這場約會 那另外一個點會是 假如真的離開這樣 不尊重自己的關係 那也只是塞掉一個 不適合自己的對象而已 我們來說最後一個 別等待好的時機 就是想要他成為女友 其實不需要等待兩成吉日 或是要等待什麼契機 而是你不停的推進關係 同時觀察對方反應肢體 假如他覺得太快 那就再緩一點 也許約會三到四次 有牽手輕輕聊天各種 他對於你的了解 你對於他的了解 都知道了 甚至平常他會主動找你約會 想找你聊天 熱度判斷其實差不多可以交往了 那其實差不多就可以想 要再下一次約會 可以去交往了 而不是要等對方突然跟你說 你可以跟我告白了喔 或是要挑他生日 挑情人節 並不需要這樣 當你有一定的進攻策略了 也有觀察好對方的情緒反應 當下約會感覺氛圍也是不錯的 你是在選審核玩 對方也是適合自己的對象 那其實就可以去交往 因為你該做的準備都做了 你不是瞎告白亂進攻 也許對方也在等你告白 許多人會選擇等待 也許還怕被拒絕 或是不知道怎麼推進 但是一直等待 感情是有時間性的 通常維持在一個熱度沒有提升 感情熱度就會越來越下降 那原本有機會交往 但因為選擇等一個好司機而錯過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不用去想要等什麼好司機 而是對方你進攻策略 判斷熱度的方式 都差不多夠熱了 那麼你就可以去準備交往了 好總結 別裝成朋友互動 雙贏思維 別等待好的司機 這三個都有好好注意 那其實要交往其實蠻簡單的 當然交往前提還是要回歸到 你本身價值吸引力 這部影片說的會是 你吸引能力價值本身沒問題 可以去想的技巧面 但你假如讓自己像一潭爛泥 那也許連第一個 裝成朋友互動都做不到 對方連跟你一開始互動 當朋友都無法 那就也不行 所以平常也是要累積自己實力 讓自己整體散發出的感覺 是有價值的 你有不停的充實自己 讓自己變更強 這會是基本中的基本 那希望你也能交到屬於你的女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的朋友都可以訂閱按讚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